We're going to look at Joe Biden And we're going to look him right in the eye He's destroying our country And we're going to say Joe, you're fired, get out Get out, Joe, you're fired 美國前總統川普又罵起現任總統拜登 他講話這麼耀武揚威 是因為共和黨總統初選 他已經連續四場取得壓倒性勝利 You can hear people cheering behind me This is not unexpected 這場初選在美國時間24號 在南卡羅來納州登場 川普以將近六成的選票 壓倒性擊敗曾在南卡當過州長的海莉 It's disgusting But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he goes off the teleprompter That's the chaos that comes with Donald Trump 海莉在投票前還對自己信心滿滿 批評川普一直為美國政治帶來混亂 只是他在老家投入1140萬美元的經費宣傳 甚至比川普多出1000萬美元 卻還是落得慘敗的下場 即使她現在失去了她家的州 她計劃留在競爭 儘管如此 海莉似乎還是沒有放棄希望 她在確定輸掉南卡後 立刻移動到密西根州 為初選下一站準備 對比海莉艱苦的進選 川普顯得老神在在 她在南卡初選前一天 甚至還有空到馬里蘭州 參加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 還和有阿根廷川普封號的 阿根廷新總統米萊相見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